好,又来到我们的投注界面了 继续和大家来说 接下来9月25日,星期日,沙田赛马日的赛事 这次我们这个系列叫做单Q一窗过 和大家买两个马匹 至于我们买到的场合,就是这一场的第一场 这一场第一场是我们的四班历地,1650米的赛事 在这一场赛事上,有些马看起来都是非常好处 就像这一号的玩具达人 这一只玩具达人,今次就是说配10磅 是说配中翼礼上去,有得减10磅 有得减磅就已经是好处 减到这一只马只剩125磅,是轻磅 125磅对于这一只马来说 其实就是说非常之好跑的 因为你看看这一只玩具达人 其实玩具达人上季的赛事 他就是说跑过很多场的泥地 1650米,甚至是1800米的四班赛事 这一只马当时都是说背着125磅 这些这样的负磅 而他的成绩就是说未脱过头四平的 成绩相当之好的 这一只马背着125磅 这些负磅 其实他就是说能够跑得很好的 跑泥地 那未来这一场又再去跑泥地的四班 1650米 那这一只马又再减10磅 减到125磅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说相当好处 那在未来这一场 都是说非常之有威胁的 那还要再加上这一只马 其实最近都叫做是说赢过马的 是吧 那上季都是说赢过两场的赛事 那都叫做是说有状态 成绩不错的马匹 那而未来的这一场马 其实你留意一下 这场马都有很多匹马 是说未跑过泥地 甚至是说很多匹马 泥地的赛事 都不是说那么好的 那所以这一只玩具达人 有赛事 有泥地的根据 因为最近还要是说 跑得不错 跑过第一 那我相信未来的这一场马 应该都很多人会买下去的 那因为 配过10磅仔 减10磅 这些马真的好处的 那所以我相信 他也都会成为 未来这一场的叶满 叶满分子 叶满分子 叶满应该走不掉 那因为这一场马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马 会跑泥地 没有什么马 是说有泥地的根据 应该这么说 因为你看回 这一场马 哪些马是说 跑过泥地 而是说有成绩 就是好像这些 五号的大道指正 五号的大道指正 这一匹马 它就是说 有差不多泥地的根据 就是说 曾经试过 跑沙田泥地 1650米 四班赛事 就是说跑过第三 这些马赛事 这些马赛事 就是跑得好 另外 爱马剑的马 又是有泥地的根据 泥地这一匹马 曾经试过 跑第一 在四班 1200米 甚至是说 跑1650 它也是说 跑第一 即是说 它由1200到1650 都会跑泥地的话 所以这只爱马剑 又是有根据的 另外还有9号的皮具之星 皮具之星 譬如说 最近跑过泥地 一场的 1800米 四班赛事 就跑第三 另外1650米 的赛事 都跑第二 即是说 这只马 都会跑 未来的场地 班次 和路程 所以 今场马 你算了 会跑泥地的 就是说 这几只马 这四只马 就会跑泥地 有根据给你看 所以我相信 这几只马 应该是 未来的一场 那些热门分子 如果这几只马 成为未来的一场 那些热门 我就不会买到 他们那里 反而就是 拨返同场的其他马 因为 留意得到 虽然 同场的其他马 他们是说 有些没有跑过泥地的赛事 甚至是说 他们有时候 跑泥地的赛事 都是说 没什么成绩 不是那么好 但是事实上 我觉得这些马 都不可以忽略 事实上 在未来的这一场马 他们是有机会变身的 所以我宁愿在这一场马 就是说 薄懒好过了 试一试其他马 看看行不行 至于今次 我们会选到的 打几只马匹是哪一只呢 打几只马匹 我们会选到的 就想选到这一只 三号的行云流水 那为什么今次 会选到行云流水 我们先来看看行云流水 那个坐直线 那这一只行云流水 其实你见到它 跑了两季了 两季呢 它都从来没跑过泥地的赛事 泥地就没什么证明了 是吧 甚至是说 其实它最近的成绩呢 都不是那么好的 你见到这一只马 上季跑出来的成绩呢 都是说大部分时间 跑什么第十啊 第十一 第十二啊 甚至是说 最近去到四班 用莫雷拉了 跑一场 跑马地草的1650米 它都要跑第九啊 降班 降到四班 用莫雷拉 都跑第九 还要是说 整21倍的了 都相当难 莫雷拉都很少骑马 是有21倍的了 所以你都知道 这一只马 是相当难的 那一只 这么懒的马匹 又看起来 好像 没什么泥地的证明 最近成绩又不是说 那么好 但是为什么 未来这一场呢 我们都会买它呢 是吧 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一只马呢 其实它最近的表现呢 不是说 能够做准的 那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这一只马 上场由莫雷拉 骑过 莫雷拉 降到四班 他都跑不定 是吧 莫雷拉都跑不定 跑过第九 就以为这一只马不行 事实上这一只马 并不是说那么差 那我们一起来看 到底 上场莫雷拉 骑这一只马 在四班 他为什么 会输呢 我们一起来看 行温流水 就是这里的这一只 藍衣粉红帽 粉红帽 粉红帽 大家看一下 莫雷拉今场如何发挥 其实今场马 莫雷拉 都将这一只马 摄在后面 来跑的了 一开始都叫做不错 是吧 留在尾衣帖 来跑 头段都不错的 但是你看到 转弯入直路的时候 发生什么事呢 去到转弯入直路的时候 其实呢 这一只行温流水 是出现过少少塞车的情况的 你看回 莫雷拉都左望右望 不断在这一只马找位 是吧 莫雷拉左望右望 和他找位 但是呢 一直都找不到位 要慢慢移出去 莫雷拉都是说 打右手边 移出去 想着在这些空位 来到去望空的 是吧 那 现在望空的了 但是呢 莫雷拉发现得到 其实前面那些马呢 都已经是说 透出了 那就是了 那所以啦 那所以啦 尼尾的几步呢 其实莫雷拉望空完之后 都是说 只推回来的 一边都是说 没有打过的 这样回来 就跑过第九 所以这一只马上场 是这样才说输的 你说这些赛事 能不能够做得准呢 再加上今场马 都不是说 那么厚上马 来追的 那所以 这一只马上场的成绩 那个第九 其实我认为 都不是说 能够做得准的 大家千万不要以为 这一只马上场 用到莫雷拉 降了四班 都真是输了 其实实际上 不是这样的 这一只马上场 根本上 就好像是说 没有跑过 甚至是说 你看完 之前那些三班赛事 为什么这一只马 它又会跑过第十呢 它这个第十 就是没有跑过 其实 这一只马 上几场 很多场 上季 很多场 它都是说 在减分的 你看看 韩文流水 就是这一只 藍衣粉红帽 粉红帽 你看看 它转弯 入直路的时候 如何跑 转弯 入直路的时候 骑斯在这里 藍衣粉红帽 打一两边之后 骑斯就已经即时 是说 隔起屁股 这样回来了 看到吗 大家 这一只马 这样隔起屁股 之后都没有跑过 根本上 所以这一只马 根本上 上季就是说 在三班 不断想减分 减分减分减分 减分减分 减到落四班 来跑的 落四班才来 博杀的 来着的这一场 就可以跑回 这个沙田四班 泥迪1650米 我觉得 它有机会爆了 有机会是说 减分减到落四班 还要转到场地 才说来了 那就拼你不信 才说来到它爆懒的 那为什么我觉得 有可能呢 原因就是因为 他目前减到落四班 那个评分 一定是好处的 是吧 因为你看看 这一只马 曾经在67分的时候 跑那些三班 1650米草地赛事 都能够跑第三第四 是吧 现在53分 即是说 他在评分上面 都已经赚了14分了 那赚14分 评分好处 那还要你再看 这一只行云流水 他最近 试的那些泥地杂 其实这一只马 试的那些泥地杂 都叫做不差的 那这一只马 当时 试的那些泥地杂 1200米 它是说 跑过第五名 回来的 那看起来好像很差 但是你真是仔细点 留意 这一只马 当时的这一货杂 是怎么跑的 其实它是说 特意留住留住的 不想那么张扬 留住留住 这样来到 跑过第五的 你说它 他最后没断没势吗 又不是 最后这一只马 虽然留住留住 但是这一只马 都会涌上来的 这一只马 最后没断的时候 是涌上来的 骑士捉住它 都照样涌上来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只马 其实它转场地 可以来试一试 这一只马 不是说不行的 这一只马 最近都有状态 最近在重发 试过 另外一货草地杂 它特意试多 草地杂 这一只马 这一货 就是说 跑过第二回来的 看到这一只马 状态不差的 那接下来 还要是说 换人跑了 换了 稀威心上去 我觉得可以是说 来试一试 因为这次 也是说 特意换走莫雷拉 而是说 放稀威心上去的 这一场马 它是特意换了 稀威心上去的 本来都不是说 放莫雷拉的 莫雷拉本身 就是骑这一只大道致正的 不是骑这只 是含雲流水的 这只含雲流水 是特意换了 稀威心上去的 上次莫雷拉 骑着也好 今次都没有放到莫雷拉的 今次放得稀威心上去 其实都是说 有个目的在 因为大家留意 这只含雲流水 其实这只含雲流水 它最厉害的跑法 就是说 摆头离队走 这只马 是最厉害的 摆头离队走 虽然 它就是说 后上都可以 其实这只马 试过后上都可以 后上都冲得好的 但是它最厉害的跑法 但是它最厉害的跑法 其实实际上是说 摆头离队走 所以今次特意换 稀威心上去 随时又是说 想将这只含雲流水 摆头走 一放到底回来 贏也不奇怪 所以今次也想试一试 这只三号的行雲流水 看看今次它放稀威心上去 会不会是说爆懒 而真身 好了 那说完今场马 我们第一只会选择到的马匹之后 就来说回我们第二只会选择的马匹 我们第二只会选择到的 就想选择这只7号的 创建群鹰 那为什么今次会选择这只马呢 其实这只马 你看上来 也不算太好 看它赛绩 之前跑过一场泥地 12米3班 它也跑过第11回来 跑得非常差 那来这一场 虽然摆头离队 但是它也跑泥地的嘛 跑泥地的赛事 但是为什么都会买它呢 原因就是因为 我觉得这只马 事实上它跑泥地 不是说那么差 之前这一场马 它三班赛事 之所以跑到第11 之所以输 完全是说因为 骑士的发挥 和整场马的制御问题 你看看当时 杨明伦是怎么跑 怎么跑到第11回来 那只创建群鹰 就是这里的这只 淺蓝衣白帽 大家看看 杨明伦今场 怎么发挥 其实你能看到 头段的时候 杨明伦居然是说 这只马 创建群鹰 在四碟里跑 其实这只马 已经是说 虽然是虽然的了 这只马 虽然是虽然的 一路被人抵抗 一路都抢不出来 一路被人抵抗 一路被人抵抗 现在还在走三四碟 对吧 看看它多虽然 跑到第11回来 所以这只马 当时跑的这一场 三班赛事 是这样才说 输了 未来的这一场 它跑到四班 泥地 我觉得 有机会是说 有个变数在这里 有机会这只马 不会像之前那样 跑的第11回来 因为最基本 今次 它也叫做 降了一班 来跑先 不再是说 跑三班的泥地 是说 降到四班 跑四班的泥地 那就是说 它当时的平分 都降了很多 64就减到44 平分都减了20分 是减了20分 才说 再去跑泥地 它减了20分 再重新去跑泥地 我觉得这只马 是说有鼓话 有机会是说 这次就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看回 这只创建群鹰 之前那些试集 其实这只创建群鹰 曾经是说 试过沙田的泥杂 1050米的泥杂 是说跑第一的 这只马 当时是说 很轻松 真的很轻松 放在前面走 那就弹掉后面的对手 跑过第一回来的 所以这只马 事实上 是说有泥地的性能的 这只马 跑泥地是说 不差的 所以这次 它来到去跑泥地的赛事 我觉得它 不会是说不行的 它一样应该 都是说 有机会有一战的 而且再加上 其实这只马 这只马 是说 有个部署在那 其实联马斯 很明显就是说 有个部署的了 它特意是说 将这只马 减到20分 才是说 再来到去转场地 转回去泥地 去到出击的 那因为你看 这只马 其实它最近 特意是说 放在潘顿 坐过上去的 騎过的 而当时的成绩 是说 排着了劣档 都能够跑到第三 成绩不差的 而你看 你看它当时 试的路程 是什么路程 它跑的路程 是什么路程 它在跑的 跑马队草的 1650米 1650米 即是什么意思呢 即是说 未来这一场马 的路程 即是说 其实很明显 联马斯 就是说 特意在上场 试过过路程 先的了 它是说 试过了这只马 到底能不能够 跑到1650米 还特意 放在潘顿 上去跑 好 看看这只马 应不应付到1650米 才是说 再出击 在未来这一场 转场地 再出击跑1650米 所以我觉得 这只马 再放回潘顿上去 减了20分 背着超轻磅 120磅 来跑泥地 的话 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因为这只马 今场也叫做 排着靓档 靓档都好跑的 不像上场 排着的劣档 其实它排着的劣档 都能够跑到第三 即是说 今次排的靓档一定没问题 因为它也是抢出来跑的 所以就是说 用分之前试习的跑法 来跑 看看今次行不行 所以我们第二只会选到的马匹 选分这只7号的创建群鹰 来试一试 看看今次放潘顿 搭着靓档 还要是说 那么轻磅 那么低评分 能不能够在这一场的黎尼赛事 来到去开渣夜马 好了 那说完今场马 我们会选到哪两匹马之后 就来说回我们的投注策略 那么今次我们会买到的彩池 就是连赢及位置Q的彩池 那么用回这个彩池 去买回我们刚刚才提及到的那两匹马 就可以了 那么今次就是这样买了 如果大家同路的话 那都不妨试试这两匹马 在未来的这个赛马日 希望大家一起赢钱 我都祝大家 赢到的彩池 这条片就到这里 大家记得subscribe 按钟仔 还有like comment share我们的video 我们下条片再见 拜拜 好